你穿的衣服往往决定了你的命运 有一句话说 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个形容人或是的一个词 在作为中年人的这个阶段 对一个人的好感 我觉得特别欣赏的一个词就是舒服 其实别人对你的印象往往都是第一眼你的穿着开始 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命 人生路上 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状态通过穿衣打扮体现出来 穿衣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 穿衣体面而精致的人往往过得不差 穿衣邋遢的人往往过得很糟糕 一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也表示进入什么样的圈子和阶层 从而遇到的人脉和命运不一样 你穿的衣服往往决定了你的命运 很准 一 穿衣服邋遢的人 生活无法体面 其实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生活 生活就会过成什么样子 一个人总是对生活很消极 连衣服都没有好好穿 也不爱干净 总是邋邋遢邋的 那么生活也是过得很邋遢的 体面不起来 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活都不爱 那么何来生活爱自己呢 穿衣服总是邋邋遢遢的人 其实就是在生活中没有规划 没有目标 没有努力的人 他们得过且过 甚至是无所事事 怎么随便怎么来 到头来 自己就活得过更加随便了 好事成双中 江海名牌大学毕业 也没有出去找工作 住在姐姐江喜那里得过且过 没有目标 每天只会打游戏 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拉拉踏踏的 穿衣服也不体面 如果不是邋双来家里找江喜 江海看到了邋双 才觉得不好意思 才想要去改变自己 穿衣服也整齐干净了 而且也开始整理家里 搞干净卫生了 后来在林双的影响下 江海决定出去找工作了 不再消沉了 还穿起了西装来 体体面面去上班 也得到了好机会 其实人与人之间 能够给好印象的 就是自己的穿着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如果你穿着邋遢去面试 想必也是通过率很低的 而穿着体面的人去面试 第一印象留给了别人 也能够加大自己通过面试的机会 所以人活着也是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穿着的 想要有好发展 遇到好机会 那么穿着不要太邋遢 二 穿着体面的人 活得很精致 其实不是因为虚伪 才要穿得精致的 穿着精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无关虚不虚伪 当然 也是有一些人没有钱 却要穿名牌衣服 让自己打扮精致去吸引有钱人 这种充满虚荣心的人 是会有的 但也不过是少数 而大部分其实都是为了取悦自己 而让自己打扮漂亮体面的 而不是为了某种不单纯的目的 唯有单纯的让自己穿得舒服一些 喜欢打扮漂亮的人 是过得不会差的 因为他们本身对生活的态度 就是很积极 很热爱生活 才会爱打扮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 认真生活的人 才会更容易得到生活的眷顾 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好感 也让自己珍惜每一次跟别人会面的一会 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 因而穿得体面上班 自然也是有更多体面的事情发生 人靠衣装 马靠安 活得体面的人 在穿衣之中 也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出色 打出一手好牌 三 你的穿着 影响自己的命运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一个人穿的衣服 不仅体现自己的品位 更可以看出当下的心境 其实衣服 也是会影响自己的命运的 比如说 同一场面试中 就你穿得最邋遢 最不体面 别人都要求你要穿着体面来 面试你 而你还是不当回事的话 那么第一个人被刷下来的人就是你 因为面试官的眼中 就是觉得不重视这场面试 从而也没有必要给你机会 而那些穿着体面的人 认真打扮了自己 虽然不是很突出 但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认真 他是会把领导的话当回事的人 才会通过了面试 赢得了机会 人的穿着影响自己的机遇和财富 自然就跟自己的命运有关 衣服其实也是一个人的象征 有名气 有地位的人 都是穿得很体面的 甚至决定了自己的人脉圈子 多少普通人 就是因为穿着不体面 而被人拒绝之门 因为有些地方 有些圈子 就是看你的穿着 从而决定你能不能进去的 这就是现实 人与人之间 能够留给别人好印象的 也是那些懂得穿衣服的人 会根据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人 而穿什么样的衣服 既不会盖过别人的风光 也不会让自己丢了面子 则海洋的人 才能赢得好的社交 让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宽 人过七十才明白 普通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鲍尔 科查金说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 碌碌无为而羞耻 分分秒秒的时间 都要用起来 成就自己 也成就社会 把力量集中起来 一辈子都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小时候 我们都想当科学家 航天员 长大后 每天都是柴米油盐贵 煎熬到你怀疑人生 来到了七十岁 真正进入老年了 发现自己一辈子 都做不了几件事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伟大 看看这个世界 能名垂千古的 也没有几个人 难怪有人感慨 万里长城金油载 不见当年秦始皇 既然我们注定一辈子 都很普通 那么活着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重要呢 一 赚钱 管三代 很多老人 喜欢几代同堂的场景 每到过年过节 看到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起 自己也受到了尊重 就特别高兴 现实却说明 一个人真正能够管好的 就是三代人 自己 父母 儿女 三代之外 也就是看看而已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管好三代人 因此我们不得不努力赚钱 读书 买房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为了有更好的赚钱条件 看过一篇短文 研究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五岁时 紧紧拽着糖果 怕丢了 因此 糖果最重要 十岁时 忙着写作业 怕父母责备 因此作业最重要 二十岁时 爱上一个人 因此爱情最重要 四十岁时 照顾生病的父母 因此父母最重要 六十岁时 退休了 帮儿女带孙 孙子最重要 八十岁时 自己要老去了 最担心的是 儿女混得不够好 终于明白 贯穿我们一辈子的 就是家庭 出生在父母的怀里 过是在儿女的怀里 就是幸福的一生 把儿女养大 把父母送走 就是最大的欣慰 若还有什么 那就是兼顾了兄弟姐妹 让父母宽心 少操心 世人忙忙碌碌 就是为了几两岁淫 若不是为了家庭 你不会那么忙 碎银也不那么重要 一日吃饱 全家不饿的状况 会让你轻松很多 没有了家庭 你也七十多岁了 手里有钱 也没有什么幸福了 你到底的孤苦的 钱花不完 都是别人的 扎心哪 二 留情 给夫妻 都市快报城市 互动平台上 有一个类目的小故事 在大连街头 一位九十岁左右的老人 慢无目标地走 逢人就问 你看到我的老伴吗 好心的市民 怀疑老人和家人走散了 就请警察帮忙 就在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 发现老人身上 带着一张火化证明 还有一封情书 老人的老伴 已经过世十七年了 情书是四十年之前写的 已经发黄了 依稀辨别 情书这样写道 亲爱的心 给您买了一盒暖宫碗 缝纫机已买好 放在一酒家 根据老人身上的两样东西 找到了其家人 网友感慨地说 老来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 又说 我忘记了我是谁 但我记得我爱你 人这一生 会有很多的情感 亲戚 朋友 同事 同学 老乡 到了七十岁 能留住的 最深的情感 也只有夫妻情了 儿女走远了 去谋生了 同学走散了 长辈也过世了 老乡 已经不记得名字了 唯有枕边人 牢牢叨叨 没完没了 烦恼着 也幸福着 若是计算 一辈子的时间 你会发现 陪伴你最长久的 还是老伴 从二十几岁 到七八十岁 哪怕是聚少离多的夫妻 也会联系锦妮 还在结婚之后 想尽办法团圆 当我们退休了 老夫妻 更是寸步不离 歌手苏瑞唱道 因为爱过你的爱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过着幸福中的幸福 悲伤着你的悲伤 这个世上 并没有几个人 在乎你的小确幸 也没有几个人 愿意陪你受苦 唯有老伴 顶住了你的 所有的 一半 老伴走了 天塌了一半 这还不重要吗 三 活着 看世界 小说活着里说 死人都还想活过来 你一个大活人 可不能去死 小说里的福贵 家里的钱财 都赌光了 妻子也含恨里离开 父亲一气之下 就过世了 当福贵开始醒悟 努力赚钱养家的时候 女儿又过世了 送走了上一代 也送走了下一代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但是福贵仍旧活着 白发苍苍 希望之路 本无所未有 也无所未无 但是你活下去 希望总是有的 当我们老了 手头不是那么紧张 就去外面看看 有风景 有风土人情 也有生活的激情 如果你很穷 也没有关系 戴着美丽的眼睛 看看远方的山 附近的高楼 也是适合远方 夜深了 闭上眼就是一天 黎明了 睁开眼 还是一天 我们庆幸 还能睁开眼 也有人把过世 说成是去了 另一个世界 是啊 从一个世界 去另一个世界 就是一辈子 还有来生 爱惜当下的世界 不拒绝 另一个世界 你活着才不会 那么痛苦 心态才会好 很重要 四 普通人最重要的 无非是管家 爱枕边人 自己活 这三件事做好了 你就已经了不起了 不要把自己 说成什么高大上的人 就在平凡的世界里 做平凡的人 来时不带一粒尘 去时不带一棵草 千万不要因为普通 就颓废的活 就怨天怨地 就像一片树叶 在春日里发芽 在夏日里蓬勃 在秋天里变黄 在冬日里腐朽 你是千万树叶里的一片 点缀不了一个季节 但不妨碍 你也有四季 人到中年 与其内耗自己 不如外耗别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 觉得精神很维靡 明明一条什么都没干 却觉得很累 这样的情况 就是陷入了精神内耗 心理学认为 精神内耗 是将压力或心理冲突压在内心深处进行自我控制 没有负面情绪发泄 但精神痛苦 疲惫不堪 精神内耗 正在消耗着我们的心气 剥夺着我们的幸福 将我们拖入自我怀疑 空虚无助的深渊 到了中年 我们应该好好生活 与其内耗自己 不如外耗别人 一 生活失去掌控 幸福就会远离 现实生活中 无论我们有多么努力 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或者是事业上停滞不前 或者是家庭中争吵不断 身处在这样的环境 心绪不断变坏 慢慢的 会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糟糕 每天都有着各种担忧与焦虑 工作能否按时完成 月底考核能否顺利通过 晚上回家能否安静一下 到了月末 其实一切担心都没有发生 但他就是觉得很不安 总是觉得生活失去了掌控 然后又在担心下一个月的情况 有人说 生活的品质取决于我们能否控制意识 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 我们如果无法改变现状 就只能改变自己 如果工作遇到了困难 不如暂时停下来 和同事们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打开思路 如果和老婆吵架了 不如冷静一下 两个人一起去看个电影 放松一下 如果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不如想开一些 我们本没必要被外界的事情所打扰 把精力都放在他人身上 忽视了自己 幸福就会从我们面前溜走 当我们放松了心绪 我们就会发现 日子原来也很美好 二 停止内耗 做最强大的自己 网上有一个问题 停止内耗自己 能有怎样的改变 高赞的回答说 沟通开始顺畅 状态开始稳定 心情开始好转 日子是自己的 与其在心里折磨自己 不如停止内耗 做最好最强的自己 著名演讲家立刻 胡哲在《人生不设限》中写道 你我真的无法掌控所发生的事 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回应 胡哲一出生就没有四肢 从小就被周围的小朋友视为怪物 但他靠着强大的内心 忽略了身体的残疾 他读书演讲 开车旅游 成家立业 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认真的生活 很多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原来他都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我们身为健全人 还有什么理由抱怨生命的不公平呢 如果遇到了令我们不开心的人和事 永远拒绝 趁早远离 我们常常会觉得 拒绝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会让我们失去对他人的信任 但其实 拒绝并非怯懦 而是勇敢和智慧 我们要以自己为中心 在余下的岁月中 给自己一个期待 当我们做到了不设限 并且懂得拒绝时候 我们转过头 就能看到乌云背后的那一缕阳光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中 有句话说 没有一种批判 比自我批判更强烈 也没有一个法官 比我们自己更严苛 生命宝贵 我们不能浪费光阴 因此 从现在开始 停止内耗 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 不要让负面情绪拖垮了自己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不断强大 不断幸福 不要脸的人 往往活得很好 有一位妇人说 我们干大事的人 把脸面丢在地上 踩脊脚 扬长而去 想一想 还真是如此 那些太爱脸面的人 顾忌太多 半是前怕狼后怕虎 难以成事 相比之下 那些不要脸的人 勇往直前 虽然得罪了人 但是成就了自己 生活中 常常要这样想 翻脸不是无情 恰是无情最真情 一 人在职场 不要脸 才能为自己争脸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 对膝下用兵 本想争一口气 但是难逃兵败的结局 如何挽回颜面 神宗准备杀一警百 要拿出一个典型 就抓住了一个曹运官 宰相蔡雀磨磨磨唧唧 就是不肯用行 神宗问 让你办点事 就那么难 蔡雀说 从太祖开始 我们都没有加害过一个世人 你要开仙河呀 慎重考虑 神宗想了想 说 那就给他脸上赐字 发配边疆 侍郎张尊跳出来 反驳 是可杀不可辱 两位大臣 丝毫不给皇帝面子 还对着干 这是胆大妄为 也是维护了正义 因此 他们的做法 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王公大臣对他们也刮目相看 相比之下 那些只是唯唯诺诺的人 反而会被人瞧不起 人在职场 阿谀奉承的问题 长期困扰我们 也有很多人 跟在上司后面 使尽鼓掌 就是上司做错了 也不会反驳 还在下起哄 导致单位的业绩受损失 旁边的人 其实看得清清楚楚 也怀恨在心 那些丢开脸面 积极建言的人 虽然存在被上司碾压的风险的 但是出发点是正义的 终极会被大家认可 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唐太宗身边的魏征 三国时 蜀国的诸葛亮 汉朝时的东方朔 都因为贴开脸面 做出了贡献 得到了认可 放下脸面 努力做事 积极建言 才是职场人应有的姿态 一位深藏自己 或者盲从别人 迟早会淹没在人群里 脸也不会被人看到 二 人在家庭 不要脸 才能露出笑脸 慈禧太后 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 据史书记载 她喜欢看戏 但是很喜欢挑刺 一旦有不喜欢的唱词 就对唱戏的人 进行处罚 比方说 有人唱 羊入虎口 有去无回 慈禧就生气了 因为她是属羊的 不能去虎口 在我们的印象中 谁都怕慈禧 一心和慈禧是疏扫关系 并且一心帮助慈禧招揽大权有功 因此关系更进一步 有一次 两个人闹翻了 一心跪地不起 也赖着不走 慈禧派人拉着她离开 她却回头说 你是改变不了我的皇家血脉的 俗话说 一物降一物 在家庭里 你是我的克星 我是她的克星 关系错综复杂 但是你什么事情 都讲情面 就会弄丢规矩 什么事情 都不讲情面 又会弄丢感情 聪明的人 在家里 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 进一步 可以批评家人 帮助家人建立远大的理想 纠正错误 维护了好家风 退一步 可以自己承认错误 或者给个笑脸 让家人有台阶可以下 不管怎样 家庭的氛围 就在笑脸中 打个比方 两口子吵架了 两天都气冲冲的 互相不搭理 若是持续冷战 对感情有伤害 男人主动做了一顿饭 说 老婆 我也不是厨师 味道不好 将就点吧 要相信 女人的心态 马上会变好 然后就打开了 两个人的心结 关系变得和气了 在家人面前 丢掉自己的脸 这是主动低头 示弱的体现 好处很多 三 人在社交 不要脸才会有人赏脸 一修禅师和师兄外出 遇到一条大河 一个女子站在河边 不敢过河 一修说 来吧 我抱你过河 说完 他就抱女子到对面了 过了三个月 师兄还很疑惑 出家人 不尽女色 这个一修 太无礼了 一修猜透了师兄的心思 说 我在三个月之前 就放下了 你怎么 人与人交往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所谓规则 是相对的 是可以变通的 你放下了脸面 那么人与人交往 就容易多了 等你融入了群体 并且成就了事业 大家都会赏脸了 正所谓 圣者为王 至于如何取胜 方法就五花八门了 不一定按套路出牌 当门槛效应告诉我们 如果你厚着脸求人 一次次去沟通 别人才会愿意帮你 请客吃饭 你不好意思拒绝酒杯 那么你会喝醉 说一堆的胡话 导致社交失败 还被人厌恶 朋友求你帮忙 你却办不好 也不敢拒绝 朋友会认为 你假装无能 从而弄丢关系 还不如一开始就拒绝 不太熟悉的人 一起聚餐 个个都提前离席 你不好意思离开 那么你会变成买单的人 花了钱 但是人情没有留下来 朋友一起创业 涉及到利益 你要争 要敢于算账 不要过分礼让 否则 吃大亏的人是你 但凡种种 说明不要脸的社交方式 才可以维护好社交资源 为自己谋得利益 四 管好自己的脸 是成年人应有的自律 要明白 不要脸不是让你去做坏事 更不能伤害了别人 还死疲赖脸的狡辩 把握翻脸的尺度 掌握放下脸的方法 并且自觉做到 就真正活得如鱼得水了 建议你这样做 其一 管好脾气 给好人笑脸 给坏人丑脸 其二 审时夺势 该翻脸就翻脸 体现自己的态度 其三 学会忍耐 别随意摆出脸色 还要及时调整脸色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也是五花八门的 你要有一点变色聋的本事 主动适应 别一成不变 就对了 余生 过好自己的生活 又不妨碍别人过好生活 嫌你烦的人 微信上 才会回复你这三个字 一个人对你的态度 怎么样 就会怎么回复你 虽然回复消息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 但是却可以看清楚一个人是否在意你是否把你放在了心上 不是所有人回复你都会恭恭敬敬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尊重你 因此更多的是藐视你消息的人 要注意 嫌弃你烦的人 微信上才会经常回复你这三个字 一 我没空 我没空 代表着什么呢 说明他即便是忙 或者不忙 他都不想搭理你 你无论是什么时候和你联系 他都会说没空 因为你的主动看 对他来说是一种打扰 是一种不耐烦 所以他对你说我没空 一是告诉你他很忙 二是不想搭理你 并且也在暗示着你 以后有事没事不要再找他了 能这样对你说我没空的人 到底是有多讨厌你 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口 看似没什么 可这句话又偏偏很具被杀伤力 其实我想说 在乎你 尊重你的人 你什么时候找他 他都会有空 只有嫌弃你的人 才会时时刻刻拿没空当作借口 人和人之间都是心知肚明的 一切的一切 不过是不在乎罢了 没空是托词 忙碌是借口 嫌弃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成年人了 有些关系 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 既然如此 那么从此断练 二 又干嘛一个人回复你又干嘛 说明是极其的不耐烦 觉得你一次次的找他麻烦 明明不想搭理你 你还不识趣的意思 所有的的脾气 在一刻想爆发出来 他觉得你太啰嗦 不感兴趣的事情 总是喜欢找他 这个世上 总有人对你喜欢你的打扰 喜欢你黏他 但也有人嫌弃你 啰嗦 嫌你太麻烦 你明明是好意找他而已 可他却认为你是故意的 他的一句又干嘛 充满了不耐烦和打击 面对这种嫌弃你 总反驳 你又干嘛的人 不必再死缠烂打 果断地拉黑 从此以后不再联系 就是最明智的选择 在乎你 尊重你的人 永远都不会嫌弃你啰嗦 只有嫌弃你的人 才会嫌弃你啰嗦 嫌弃你打扰他 既然如此 你又何必再继续打扰 早点觉醒吧 皆述于嫌弃你的人 怎么着都会嫌弃你 你做得再好 他也会感到厌烦 他永远用敷衍的语气 和你交往聊天 不认真聆听你所说的话 心不在焉的样子 对你不感兴趣 甚至冷漠 言行举止 就是不尊重你 这些人通常会用一些 敷衍的言辞和行为 来与你交往 让你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重视你的感受和话题 可是一个不嫌弃你的人 说不上有多喜欢你 但是一定会尊重你 认真地看你消息 认真地回复 因为没有理由 因为没有理由去嫌弃你 对待你的消息 说不上很热情 但至少是能不厌其烦回复的 不会有任何的敷衍 对待那些不嫌弃你 如此敷衍回复你的人 其实不必再有任何来往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所有的细节都看在眼里 不说破而已 因此 悄无声息的断绝来往 才是成年人之间的体面 有一种女人 不管年龄多大的男人 都会爱到心坎里 一、卷熟雨 女人容颜如花 内心温柔似水 是一种美 但是 女人的美不仅在皮下 也在风骨 神韵 在爱情中 那种特别善于提升自己 能经营好自己形象 不断提升气质 风盈内涵的女人 会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能让男人一眼 就会注意到她 喜欢 是一种欣赏 而深爱 则是一种痴迷 感情中 有一种女人 不管年龄多大的男人 都会爱到心坎里 二、有学识 谈吐有趣的女人 有学识的女人 会让男人觉得 她就像是一本有趣的书 总是忍不住 想要阅读下去 闺蜜念大学的时候 暗恋一个人无果 觉得自己没有魅力 特别自卑 她不是那种 让人一眼就觉得 光芒四射的女子 长相普通 身材更普通 但她很快 从难过的情绪中 解脱出来 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答辩论赛 表演各种节目 参加工作时 以独特的视角 幽默风趣的谈吐 还有丰富的学识 打动面试官 进入一个很好的公司 又碰到那个 曾经暗恋的人 也来这家公司面试 她一直夸闺蜜厉害 一定能平步青云 有更好的前程 并且 主动加上了 闺蜜的微信 幸福就这样 毫无征兆地降临 哥德说 人不光是靠她 生来就拥有一切 而是靠她 从学习中 所得到的一切 来造就自己 男人喜欢的 或许是女人的皮下 但真正爱上的 一定是她的灵魂 有学识 有涵养 能力超群的女人 会有更持久的吸引力 真正睿智的男人 会对这样的女人倾心 与之相处 觉得她灵魂有趣 能感受她丰厚的底蕴 为了她深深地着迷 三 乐观开朗 活得有趣的女人 情绪 是可以传染的 心态好的女人 很容易把笑容挂在脸上 乐观开朗的女人 说话干脆 爽朗 做事很容易带给他人温暖 男人与他在一起 就像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旅程 新奇 有趣 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开心 并且 还会在她的身上 汲取到很多正能量 仿佛 只是看见她 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 狄庚斯说 一个健全的心态 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越是乐观的人 就像是一个太阳一样 活得很绚烂 她总是能抱着美好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 生活日复一日 最让男人心醉的女人 往往是那些不管经历什么困难 都能积极面对 活得有趣的女人 活得有趣的女人 就像是一个自带光和热的太阳 男人与她在一起 会感受到快乐 幸福 情不自禁会被吸引 四 像民一样 有趣的女人 严洗攻略中 魏英落顶撞了皇上 却以一具奴才给神树脑痒痒为理由脱身 让皇上 翻遍整个后宫找她 对她有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之后 他们闹了别扭 她宁死不屈 宁可寒冬雪地 一路叩首 差点没命 也不肯随意 对皇上妥协 她不像宫里的那些女人一样 一味地讨好皇帝 而是保持着自己的魅力 活得像民一样 花样频出 让皇上猜不透下一刻 她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所以 皇上在她的身上 用尽了时间和精力 像民一样的女人 会让男人不断去探索 想要进一步地了解她 黎明朗说 女人是善变的 如果男人把你看透了 也许她就不爱你了 所以 女人要永远像万花筒一样 叫男人摸不透 那些真正吸引男人的女人 很有神秘感 男人猜不透她有多少技能 有多少奇思妙想 男人特别想知道 女人到底有多少故事 会一直不停地研究 让这份爱也越来越深厚 心 也深深地被她吸引了 爱 不是一刹内的经验 不是只图个新鲜感 男人真心爱的女人 是懂得经营自己的女人 与之相处 可以看到她的个性 魅力 能感受她的热情与鲜活 能在温柔如水与热情似火中随意转变 可以通过她的视野 看到不同的世界 女人 努力修炼自我 不讨好 不自卑 有趣的女人 最是让男人深爱 努力活出魅力四射的精彩 不管有没有人爱 都会按照自己的计划 奋力前行 这样的女人 会让男人爱在心间 想要一生爱慕追随 有三种人 骨子里透着坏 比小人还可恶 要远离 一 卷手鱼 一个人的心 就像是一颗洋葱 隐藏在层层的包裹之下 轻易看不真切 有些人的坏 是表现在外的 也是一眼就能够看穿的 而有的坏 则隐藏在内心深处 表面依然合颜悦色 狄夫说 只要有可能 人人都会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真正坏到了骨子里的人 轻易不会显露出来 只有自己切切实实吃了亏 尚了当 才能够看清楚 对方的真面目 有三种人 骨子里透着坏 比小人还可恶 要远离 二 爱极度 见到别人成功便悔之 一个人的极度心 若是膨胀起来 便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别人从高处拉下来 我的表妹和她同学同时进公司 表妹能力更强 转正之后 不久便升任业务组组长 部门领导也经常带着表妹出差 和各个供应商 重要客户打交道 联络感情 同学见了心里 很是嫉妒 不想着在工作上努力 却总是在背后诋毁他 公司最近在洽谈一个项目 客户很难缠 表妹用强大的专业能力 终于拿下了这个重要客户 给公司带来了很可观的收益 同时还得到了领导的嘉奖 而这个同学居然在背后散播谣言 说表妹是靠不正当的手段 谈下了这次合作 一时之间 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 表妹几乎承受不住舆论 对她造成的打击 差点就选择了辞职 爱嫉妒的人 看不得别人过得比她好 也不愿意承认别人的能力比她强 看到别人取得成就 心里嫉妒的火焰将理智燃烧殆尽 不顾一切 只想毁掉对方 遇到极度心强的人 一定要选择远离 别等到自己被伤害 才后悔莫及 三 自己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生活中有一种人 遇到任何的不如意 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反而将一切都归咎到别人身上 若是有一点不能如她所愿 她便会倾尽全力搞破坏 哪怕两败俱伤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新闻 说的是 女人和男人谈恋爱 刚开始的时候 两人柔情秘异 如胶似漆 许下了海事山盟 相处久了 女人发现男人身上有很多缺点 不但不求上进 整天混日子 还经常跟人打架姿势 麻烦不断 女人便和男人分手了 很快开始了新的恋情 男人受不了女人的离开 总是跑去纠缠 知道女人有了新的男朋友 再也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男人心里极度不平衡 最后 男人由爱生恨 抱着我得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偏执心理 开车撞向了曾经深爱的人 导致女人当场身亡 而她也将在狱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一个人有自己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的心理 内心偏执 很容易做出伤害他人的事 心里太过偏执的人 无法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得失 会用最激烈最残酷的方式 不计后果地毁掉自己 或者毁掉别人 对于这样的人 不要有丝毫的犹豫 及早远离 以免自己受到伤害 四 把快乐 建立在伤害别人的痛苦上 生活中 有一种喜欢幸灾乐祸的人 就是看到别人过得惨 他的内心会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 通过对别人的打压和俯视 他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快乐 这其实是非常可耻的 更有甚者 会故意给别人制造困难 故意伤害别人 就是想要看到别人痛苦的样子 就像是生活中的霸凌者 以欺压 威胁等等手段 以获得掌控一切的满足感 这样的人 永远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这时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心怀好意 与别人相处 若是一个人 总是以伤害你为快乐 要选择断舍离 无论你们之间关系多好 不要给他任何伤害自己的机会 同时还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不会轻易被打倒 那霍桑说 人的本性中绝无行善或作恶的所谓坚定不移的决心 除非在断头台上 永远不要低估了一个人心里的恶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没有单一的好或者坏 但是能够做出以上这些行为的人 应该要及时远离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应该要尽量带着最大的善意 若交情不深 便不要轻易给予对方所有的信任 平时的人生最真实 杨将先生说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 街下有人在仰望你 街上有人在俯视你 你抬头自卑 低头自得 唯有平时 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身以为然 一个人太多地仰望别人 往往会看不起自己 失去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一个人太多地俯视别人 往往会过多地高看自己 骄傲自满起来 容易摔倒 栽跟头 唯有平时 才容易看到真实的自己 不卑不亢 活出自我 感觉到更多生活的美好和乐趣 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不成功 而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做不了自己 总是想好 却又不想努力 白白地浪费人生许多宝贵的时间 日子过得也不踏实 整天忐忑不安 心神不定 稍微遇到一点事 便开始慌起来 仿佛天要塌下来似的 其实 大可不必 今天再大的事 到了明天变成了小事 今年再大的事 到了明年 变成了故事 今生再大的事 到了来生 也变成了传说 所有的事都会有答案 有结果 只要你愿意等待 无所畏惧 勇敢面对 时间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平时是一种智慧 一种境界 也是一种能力 事事繁杂 唯有内心淡定 才会找到人生最美的答案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你若连你自己都战胜不了 就是给了事件 最终也会被你弄丢 人无完人 金无足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用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 即使赢了 也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 因为若是用你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相比 你也可能会输 也显得很是微不足道 千受益 满招损 人千万不要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 就骄傲自满起来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想开了 人生除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其余都可以丢 愿于下人生 你我都能凭视别人 也凭视自己 胜不骄 败不哪 为梦想而不懈努力 无论结果如何 也都无怨无悔 长相年轻的人 往往有这四种特征 有一种就很了不起 回不去青春在记忆中熠熠生辉 那时候即使素面朝天 也是最美的光阴 而一些人年纪健长 容貌却没有什么变化 长相年轻的人 往往给人一种 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感觉 他们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无论是外貌 还是内心都散发着青春的光芒 这样的长相 往往有下面这四种特征 其中任意一种 都是让人非常羡慕的特质 一 好齿名谋好齿名谋 对世界充满好奇 希拉里是第一个成功登顶 珠穆朗玛峰的人 但她并没有满足于此 一生都在追求新的挑战和探索 希拉里的冒险精神和好奇心 让她保持了年轻的心态和活力 她的眼睛总是明亮纯粹 认真记录着奇妙的大自然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长相年轻的人往往拥有一双好齿名谋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对世界的好奇和渴望 他们愿意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世界的美好 去挖掘未知的奥秘 他们用坚定的步伐踏上探索的旅程 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挑战 他们总能勇往直前 不断追寻着心中的梦想 二 意气风发 对未来充满希望 少年将军获去病虽然英年早逝 但是他风狼居虚实意气风发 哪怕千年后人们不知道他的模样 也能感受到骄傲的少年郎对未来充满希望 长相年轻的人总是意气风发 他们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 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能够打破束缚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他们积极向上 勇于追求梦想 无论是面对挫折还是困难 他们总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怀揣初心一路前行 正是这种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 却又意气风发的精神 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 展现出非凡的成就 三 疾风静草 对挫折无所畏惧 长相年轻的人常常拥有一种不畏艰难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像疾风时的静草一般 面对挫折时从不退缩 他们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 勇往直前 像坚韧的小草可以弯腰却不会折断 无论是遇到工作上的困境还是人际关系的纷争 他们总能坦然面对勇敢地克服困难 正是这种不畏挫折的精神 让他们在逆境中崛起 成为人生的强者 四 儿女心肠 对他人充满友善 长相年轻的人往往有着儿女心肠 对他人充满友善 他们乐于助人 善良待人 总是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人 他们用善良的心灵感染着周围的人 让人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和温情 正是这种友善的态度 让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收获了许多美好的回报 长相年轻的人 拥有好齿名谋 意气风发 疾风静草和儿女心肠 这四种特征 他们是一群令人钦佩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青春的美丽 散发着年轻的光芒 无论是面对世界的好奇 还是对未来的希望 亦或是对挫折的勇敢 以及对他人的友善 他们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品质 青春的容貌让人赏心悦目 年轻的心却让世界变得更加有趣 也是长相年轻的他们让我们相信 拥有一种特质 就足以让人成就非凡 Andy 情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 看到黄磊的一篇文章 《我太太这样的女人》 她在里面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太太 说她虽然不擅长做家务 但是事业上却拼尽了权力 而为了孩子和家庭 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学习做家务 教育孩子 这个家有她最大的功劳 她也说到自己能够遇到这样的女人 爱了二十年 这辈子都只有她 此生不患 情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呢 那就是相互欣赏 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和理解 谁都不是完美的 唯有懂得珍惜对方 真诚相待 相互回应 这样的感情才能长久 感情里需要的就是懂得赞美和鼓励 肯定对方的付出才是最舒服的 情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 就三点 一 相互迁就和包容 情人之间 想要拥有长久的感情 就要懂得相互迁就彼此的个性 包容彼此的不足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每个人并不完美 我们不必要求对方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不必让对方为了自己而变得完美 长期要求对方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伴侣 是会很累的 终究不长久 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情 何况是一个七情六欲的人 所以 情人之间 相处舒服的话 那就包容和迁就吧 在生活中相互磨合 一切见证生活的美好 战胜生活的难题 彼此进步 这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在生活 无法接纳对方不完美的一面 也无法迁就对方的脾气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自己无法让步 一直的礼不饶人 那么争来争去 争输赢 争对错 最终你争赢了 也输了你们的感情 爱一个人 就要有包容之心 相互迁就和包容 才能相处融洽 二 肯定对方 心怀感恩 在这个世界上 你遇到一个 真心爱你的人 他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一定要心怀感恩 不是所有人 都会真心对你好的 也不是所有人 都会爱你如初 如果你不懂得 珍惜这个人 那么错过了 可能一辈子 就无法拥有了 在生活中 你要学会肯定对方 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记住对方的好 懂得回应对方的付出 那么你才能收获对方的真心 比如说 当你看到对方 为你做了那么多 辛苦的事情 你就要懂得 对他好 买点礼物 送给他 或者带他一起出去吃吃饭 逛逛街 看看电影 放松一下 那么他也能够看到 你的真心 从而更加肯定了 自己没有错付 情人之间相互 最舒服的方式 不是否定 不是忽视 而是肯定 对方的辛苦和付出 心中感恩对方 为你做了那么多 那么你们之间的感情 就会越来越稳固 两个人也能风雨同舟过一辈子 三 相互懂得和慈悲 因为爱 所以包容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情人之间相处 最舒服的状态 莫过于彼此懂得 两个人彼此懂得 那么在生活中 相互是非常轻松的 还没说出口的话 你就懂了 我要说的是什么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全懂 那么在生活 就好像是找到了灵魂伴侣 非常幸福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找到了一个懂你的伴侣 当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 只有伴侣站出来支持你 关心你 懂你做的一切 鼓励你不要放弃 不要在意别人的说法 照顾你的情绪 照顾你的生活 给你依靠和力量 让你永远都不孤单 世界上最美丽的话 不是我爱你 而是我懂你 情人之间 相互懂得 就是彼此的救赎 心灵相惜 达到共鸣 才成为了灵魂伴侣 一段感情好不好 不是看承诺了多少 而是看彼此之间的了解 懂得 付出 肯定的 情人之间的相处 两个人都在用心去经营这段感情 相互付出 都想给彼此更好的生活和守护 那么用心的相处中 包容 迁就 感恩 终究能够修成正果 不穷 心始人之间的 ened 尊敬